颱風即將來襲 而颱風架又成為關注的焦點 臺北市長柯文哲呼籲 是否放颱風架 應該要有新的認定標準 行政院回應 歡迎大家坐下來談 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未來可以考慮 透過縣市長聯誼會 或是行政院會凝聚共事之後 再進一步討論 太例颱風即將到來 是否放颱風架 又將是各縣市長要傷腦筋的時刻 台北市長柯文哲建議 颱風架應該要有新的認定標準 我也覺得颱風架要放不放 要有一個新的標準 其實應該大家坐下來 放颱風架要有更多的規則 要有一個新的SOP 依據目前法規 各縣市長依據氣象局預報資料 如果颱風暴風圈四小時以內可能經過地區 平均風力七級以上 正風達十級以上 或者降雨量達到各縣市停止上班上課的雨量標準 已經產生災情或有疑慮時 就可宣布放假 另外就算風雨預報狀況未達放假標準 但有災情或影響上班上課安全之餘時 地方首長都可以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又縣市長以此認為 地方政府可以衡量各地狀況 大意決定 縣市長們意見不一 不過行政院對此表示 如果柯文哲認為有討論必要 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談談 無論未來是否會有新的放假標準 但柯文哲用賭博來形容是否放颱風架 多少反映出地方首長在天災架決策過程中的極大壓力與不確定性 記者 張志雄 陳信隆 台北報導 文哲之旅 文哲 village 04 high school 歸 充